副总赖清德出访目前是来到了最后一站是过境美国的旧金山 那可以看到AIT主席罗森伯格也上机迎接 那么其赖清德在前一站就是在我国的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时候 也跟当地的新总统贝尼亚多次的会晤也出席他的就职典礼 也受到当地最高规格的一个接待在台湾帮台湾来拼外交 不过却在台湾有这个网路上流传几份假讯息 包含说赖清德金元巴拉圭要提供一百零一亿来新建设宅 另外也说台湾科技大学是空壳学校等等这样不实讯息 在网路上是这几天不断的流传 那总统府跟外交部第一时间都出面澄清说这是不实的 也强调说这是来自境外的一个假讯息攻击 那么对此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国民党跟民进党立委 都不认同这样的事情 一起来看 有关单位一定要赶快把它查清楚 到底是谁在搞这些小动作 是谁对于我们国家的副元首出访的时候 有这么样所谓的用打击甚至攻击的方式 甚至假消息的方式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遏制 澄清的话也就是应该要以 以这个正确的讯息为主 那对于散播假讯息的 我刚刚讲的因为也现在处于选举过程当中 那相关的单位也应该要查办 好 黑道民进党立委 陈廷飞是强调说赖清德是代表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出访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不实讯息 应该要查清楚说到底来源是哪里 但就连国民党立委张启成 也不认同这样的一个假讯息攻击 强调说除了澄清以外 也要查清楚这个源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那总统府其实也强调说来自境外 但其实就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对岸的一个认知作战的一个假讯息攻击 那么其实赖清德办公室也强调说 在这个选举期间释放这样的讯息 其实就是一个一条龙式的一个认知作战攻击 目的就是要影响台湾大选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